8月31日 斯芙兰在上海举办全新概念发布会 正式宣布歌手黄子涛成为品牌形象代人人 当天 黄子涛画着眼线 戴着美瞳 以身西装革履 单耳戴着耳坠 戴着些许妖艳的帅气十分抢眼 由黄子涛诠释的 美丽有我概念品牌大片 也在发布会上首发 片中 不同质地色彩的美妆元素相互碰撞 创造缤纷视觉体验 激发出更大胆更自信的美丽态度 涛涛的造型方面一直很受到大家的喜欢 今天那么闪亮的造型 涛涛现场给大家介绍 就是我现在比较喜欢钻石之类的东西 然后 我就比较喜欢闪 然后对那种 之前我的那种配饰已经有点厌倦了 所以想要有一些新颖的东西 然后也在 最近在改表 现场被记者问到 关于下一张专辑的发布时间 黄子涛则是回应到 不想出专辑 考虑发单曲 我不是特别想出实体专辑 因为我觉得 我愿意一直发单曲 是因为我觉得 你发一张专辑 有的时候里面很好听的歌 就会被覆盖掉 就大家只会去关注你的主导歌 但你的影院很多 更好听的一些酷的歌 就很少人都去听 所以我希望我的每一首都一单曲 而且我觉得现在实体专辑已经过了 已经不属于那个出实体专辑的年代 非凡娱乐上海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